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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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炸雞兩個不同尺寸的收納盒 讓大家可以自由運用便利的收納物品 這次三菱電機冰箱呢 它是以全式獨立格階為基礎 然後每一個酷刺都可以精準控為 Vicamart Smart AI的功能 預測學習每個家庭的使用習慣 為每個家庭製訂專屬的運轉 以及階段方案 這次呢我們跟三菱電機 W系列新品冰箱合作 讓我像一個買藏在我心中許久的客望 我上次網路上啊 看到很多那種炸雞的食譜影片 看起來都不錯 但每個人都說自己是 全世界最好吃的炸雞 他每次說我都心啊 他每次看我都覺得好餓喔 我一定很好吃 我也是這樣 就每次看著我都想要來做做看 然後我仔細去看這個影片內容發現 每一個食譜 我邀請你要醃製冷藏的雞肉 12個小時以上 那個時候我肚子都放到瘪啊 拜託 對啊 終於這次 有這個機會 我準備了大量的雞肉 我挑幾個網路上 觀看數最多 最熱門 看起來最專業 或是那話說得最滿的影片 我們來實測看看 到底誰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炸雞 最好吃的炸雞 第1個是來自GOLDEN REMISSEY BUTTERMILK FRIGHT CHICKEN 這個啊 是在GOLDEN REMISSEY 他自己的頻道裡面 應該是他跟他兒子 在做這個炸雞的影片 2,900萬的觀看 這一次超好吃的吧 看了一次又一次吧 首先拿出一把芹菜 是這樣子啊 他這支影片的全稱叫做 BUTTERMILK FRIGHT CHICKEN WITH SWEET PACKLE CHERRY 還有附一個這個 欸 鹽芹菜 最關鍵是芹菜嗎 我不知道 如果是芹菜怎麼辦 如果 那兩個人要配菜芹菜 很好吃的意思嗎 他就為了正式還原 所以我們被迫命 先做這個鹽芹菜 欸 芹菜 芹菜 都倒了一大盆芹菜 然後拿出一個鍋子 倒一點水 開鍋 我們是要做 煙芹菜的這個汁 很多的糖 花椒 丁香 再加點鹽 我這麼多 我這麼多 來 拿出一罐這個 白葡萄酒醋 跟他影片中的那個手勢 亂加一抽的感覺 不用剪那樣子 攪拌攪拌 然後 倒進去我們的芹菜裡 最後 攪拌 稍微放涼 好 完了 終於輪到我們的雞肉出場 這個醃雞肉反而比較簡單 加鹽 來 成這樣 把它搓揉均勻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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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錯 今天我要怎麼加鹽 好 胡椒 來 你給我手 接下來 拿出一罐 芹菜 沒看過 白葡萄牛奶 它在那個影片裡面 倒出來看起來是一個稠稠的東西 像優惡乳一樣的東西 可是這看起來很輕啊 對啊 但它就是叫這個東西 芹菜 然後這個是醃漬雞肉 然後它變成軟嫩的關鍵 好哦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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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感覺一些 咦 像有渣渣的東西 哦 那就要怎麼 就盡量走一走 太有感 把它攪拌均勻 好 我現在摸起來 冷藏醃漬12小時 他兒子不在影片裡面 你沒一直說他很餓吧 明天 明天不在 看他 接下來準備下一道 這就是時尚最棒的炸雞 BEST FRIED CHICKEN KFC AT HOME 還有兩千一百多萬的觀看 最小便便哦 兩千萬級 而且很簡單 拿出一個碗 一公升的水 一點五湯匙的鹽 一湯匙的糖 咦 拿出兩個紅蔥頭 放進去 放進去 切換出三個紅蔥頭 加碗均勻 然後將我們的雞肉 泡進去 就這樣哦 對 泡進去腌漬 哦 不錯 漂亮漂亮的 一樣 保鮮膜崩起來 熱腸的腌漬 12小時 熱腸的腌漬 再來是這個公投大叔的影片 他只有47萬觀看 跟前面兩個比起來 一點點而已 但是他的影片名稱 叫做 BEST CHICKEN YOU WILL EVER MAKE 這麼爽 你做過最好吃的炸雞 他手很強勢 快來47萬觀看耶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說話特別滿的代表 啊 好 也是拿出一個盆子 再次拿出我們的 BUTTER MIUK 要差不多一公升左右 這個真的好用是不是 大家都用這個 好像這是用來 煙雞肉效果很好的感覺 然後拿出一罐這個 美式辣醬 影片裡面加一大堆 好像沒有很容易加一大堆是不是 大蒜粉 一大堂匙 然後它裡面是加芥末粉 所以買不到 所以我們用芥末醬來代替 然後就是鹽 所以也是個一匙半 然後這個醃料都是 這種所謂的 可是醃料就是要這麼鹹 然後是一味 好刀的把它攪拌均勻 這個完全沒有像剛剛那個 看起來就是沒有食慾的感覺 這個味道 我覺得超香的耶 它現在有個往紙面的味道 好 我們的雞肉加進去 總之濃厚的醃料 賦予它無與無比 世界第一的味道 真的嗎 下一個是來自綿羊料理 438萬次觀看 嗯 吃吃一篇叫做 這就是史上最棒的炸雞 又是史上 他們都自己講自己講 很厲害這樣子 如果不是我想試試你的 哦 很像很像 是不是 好 我們先拿出個蒜頭 接下來就複雜了 我們現在呢 要先來凹煮它的這個醃料 它醃料煮喔 然後它的影片裡面是沒有那個食譜的獨立 所以我另外去找了一個類似的食譜 拿它的比例來有 蒜頭 對切就好 再拿出一個洋蔥 切絲囉 然後再拿出一顆檸檬 對切就好 它有東西很多耶 然後放上個鍋子 開火 加點油啊 我們要先來炒香這些食材 什麼 什麼火鍋 加點蒜頭 洋蔥 太香了吧 可以先吃一點洋蔥嗎 對啊 好餓的喔 等一下一吃麥當勞吧 哈哈哈 不可能弄了一碗上 什麼大雞都會吃到嗎 撲幾包 做香煎雞配排就行了 洋蔥飯炒肉煮著焦黃 焦黃的時候呢 拿出我們的米蝶香 真的要做香煎雞配排的嗎 加入米蝶香 四分之一杯的鹽 加入一公升的水 這是要煮湯 滾一下滾一下 然後這個時候 加入檸檬汁 擠進去 然後我參考另外一個師傅 他是把這個檸檬 整顆滿的蛋 他鹹裡面不會熱到我是不是 稍微攪拌攪拌 感覺到香味撲鼻的時候 有有有有 好 我們就可以關火 我不用煮滾是不是 不用 會不是要煮湯 哈哈 OK 登登 丟進去 還沒 你要等它冷卻 你丟進去不是變燙雞肉了嗎 我就熟了嗎 不要熟了 笑了 不會很 奧奇這個 喝喝看 你的湯看起來這個湯頭 應該是不錯 而且還有加鹽 我很鹹嗎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像是被醃的雞肉 哈哈 這麼鹹 那個綿羊料理還做過我一樣的事情 忍不住啦 我跟你講 忍不住啦 終於經過了長久的等待 他已經回到室溫了 當然還是很香欸 好像有點東西 好 接下來就是把我們的雞肉 泡進去 雞湯 這北京好吃吧 扛起來 也是醃湯的 12小時 好 Tegu來睡 我是要去吃麥當勞嗎 OK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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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十二個小時過去 嘿 再一次拿出我們的 Golden Remsi版 這個 嗯 跟它影片裡面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因為那個牛奶關係嗎 對 就是它那個Botterblog是濃稠的 但是我們買回來這個是稀的 嗯 但是這整體聞起來還是一個 有點像是 優酪乳的味道 有需要特寫嗎 像餓的 呵呵呵 沒關係 炸粉就變身了 接下來拿出一個大容器 再來裝我們的炸粉 它的炸粉是需要調味的 首先像它影片裡面一樣 倒出隨意亮的麵粉 加點鹽 黑胡椒 然後再拿出大蒜粉 隨意加一個開心的亮感 好 這是煙燻辣椒粉 是會有不一樣的味道嗎 你該吧 不知道 有 哦 是一個深紅色的辣椒粉 一次一湯匙 然後普通的辣椒粉 一次個一湯匙 然後把這些粉攪拌均勻 很香耶 感覺熱了下去之後 那個辣椒的香氣應該會噴出來 然後為了害怕失敗 看起來好高級喔 我買了一個炸乳 好香喔 從此以後我們家的這個薯條雞塊 也太爽了 太爽了 太爽了 這個地瓜球什麼的 哇 讚讚讚讚讚 終於到來喔 到有了這一刻 炸雞了 這關 我有東西吃啦 你不要超級無BP多油耶 炸雞就是可以秀本 只要我想省油 就駕成一團焦炭 不然不搞不搞 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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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漢瓜 我們家的油了 太奢侈了 第二關 我媽看到這麼多油 他本來敢住家門耶 今天就奢侈一把 我們把它炸到MAX那條先 你們要炸這麼多東西還行吧 又快又玩 對啊 對啊 然後影片裡面只說 中火慢炸 中火大概160度左右的感覺 預熱到165度 好 現在油溫已經到了 氣氛非常緊張 片裡面呢 非常簡單 把我們這個 醃製好的雞肉 放到這個乾粉上 全部 覆蓋 用麵粉填滿所有的縫隙 你是不是在拖時間啊 你是不是不敢嚇哭 我覺得你平常都要那麼久 你就捨不得 你是不是不敢放啊 我哭不會 放下去吧 煙了這麼久 炸完油怎麼煩 不會 你有很多次機會 好 雞腿拿起來 這樣多餘的粉抖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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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 加油 3 2 1 其實沒有很爆裂啊 還行啊 他不知道炸多久 看他表皮顏色變化 對著專業廚師一般的判斷 我看他跟他哥在做的 做得很隨便耶 他們在親子同樂之後 我們現在像是在炸雞蛋一樣 顏色不錯喔 感覺還行耶 不是炸雞天才嗎 搞不好 搞不好喔 美食類你其實都滿有天分的 有點辣椒 對 對 辣椒粉好像很重要 哦 那個皮 看起來好漂亮喔 哎呀呀呀呀 加起來炸了5分鐘耶 但我怎麼覺得顏色已經很漂亮 不行 他都麻煩他就一直生的 嗯 沉佐 沉佐 我要怕維大 觀察一下 哦 好漂亮喔 看起來好好吃 你很薄那種 超讚的 沉著 沉著來 沉著 提醒你自己 提醒你自己 很髒 沉著 以後也滿沉著的 不要急 哥哥 不要急 這個過程太沉默了吧 還沒還沒 還沒還沒 要把我們社會設計師的特長 它顏色嗎 對色調 哈哈哈哈 啊 現在有影院跳完比較適合 啊啊 天啊 天啊 它這是我第一次計時覺得很慢的 好 我們覺得這差不多了 嗯啊 洗鍋 你跟全家普餐 哇 這用看就知道好吃 啊 哇 這個 救命啊 成功 炸成功 還沒吃耶 登登 這就是GOLTURUS的炸雞與煙芹菜 很炸 炸出來是一個薄皮的感覺 對 我最喜歡這種了 這裹一層粉而已 好 不多說了 來來來 你還給我推嗎 你要吃什麼 你要吃什麼 吃好了吃好了 吃得特別嫩 好 冷靜 我們要刻快評價 成傳 看 看 看 這個吃太大 意外的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輕鬆耶 因為它那個辣粉加在麵衣裡面那麼多 我本來以為它的口味會很重 這一股辣椒的清香 很入味耶 那個雞肉 味道是非常濃厚的 而且它不知道是不是會泡在那個汁裡面 那個汁水很多 來 配一個這個 好吃 嗯喔 沒有吃過的味道 它其實一開始吃下去是一個甜口的菸菜 慢慢的咀嚼到後面會有那個丁香的香氣搞出來 芹菜有那個討念的那個臭味 完全被消除了 好像就被醋蓋過去了 嗯 它這個好吃耶 酸酸甜甜脆脆 它這個芹菜不在公裏 因為犯規 對啊 只有它有這個 好來吧 好來吧什麼 平分啊大哥 平分這什麼品 平分就是 依照個人口味品啊 就品成一樣啊 你不要吃 我們把它切再吃一吃 沒有 這只是第一道啊 還有四道 還有一大盒 等一下 要擠吧 六分 哦 你竟然的話給出六分 來 請說 雖然它這個芹菜花王點睛很強 嗯 但我覺得味道還是稍嫌平淡了一些 哦 我喜歡重口一點 就是它這個炸雞整口味呢 比較像強調雞肉的味道的感覺 對對對 可能它是一個跟它想要一起吃一起做 很適合的 小朋友跟老人家都會喜歡這個口味 我自己本來是想要給比較低一點 後來我給它到八分 是因為我覺得它的配料加的東西都很加強 要重製它的話應該是很容易的 對對對 第二個穿賽者 2100多萬是觀看的那個 Best Fried Chicken KFC 它就是泡鹽水的意思 對對對 它那個紅蔥頭 香蕉之下它看起來超清爽 紅蔥頭味道是不是很強烈的呢 這是一個滷肉造反的味道 好 它有給一個非常詳細的配方 麵粉 240克 這麼多 玉米澱粉 60克酵母粉 鹽 蒜粉 辣椒粉 洋蔥粉 攪拌均勻 再拿出一個碗 後面要過篩 好 麻煩 有什麼太大顆粒的東西要過篩 感覺它喜歡把它攪拌均勻 握力訓練 然後呢 我們要加我們的乾粉 分成兩份 這麻煩 沒錯 分到做成絲糊 這時候拿出兩顆蛋 打擊在絲糊裡 我現在料理新手會辦錯誤 加入100ml的水 準備 小拌均勻 這時候成絲糊 把這些肌肉撈出來擦乾表面 功很多誒 好 接下來 我們要把這個成絲糊擦乾的肌肉呢 包覆這個絲糊 再包一層這個乾粉 然後再去炸 所以它感覺是厚皮的那種 厚皮的感覺 好 放進絲糊 很狗誒 蠻紅的 然後 放進乾粉 包覆乾粉 它這個皮感覺真的會很厚誒 多一個粉 來啦 應該也45分鐘了 好 keep going keep going 這炸出來的樣子完全不一樣 是卡拉的那種 外面很多殼的那個 可惡的那種 時間到 這個可惡劑的炸雞刀好炫喔 它那個絲糊可以讓它的體積放大 多人都那種 細碎的脆皮顆粒 這個不會特別香 這腿好大隻喔 啊 成功 每個都能不能再看一下 這就是 BEST FRIED CHICKEN KFC AT HOME 超香 真的是KFC AT HOME啊 我想要喝可樂啊 都是 酥皮的聲音 整個皮就比較厚了 這比較有口感的變化 唉 它就是會出現這種 鳞片狀的這種脆殼 哇塞 你聽那個聲音 其實可能已經廣告人用了那個聲音 喔 不過它這個風味 我覺得有點像芽芋片的味道 怪啊 它一定要脆殼 是芽芋片的味道 雞肉是不是感覺更嫩 它有一點點同一肉糟麵的味道 有紅蔥頭的味道 哈哈哈哈 嗯 我看那個 你看看 它汗汁一直滴 嘿嘿嘿 很好吃 來來來 給大家看一下切面 哇 那個汁水的飽滿程度 稍微抖一下那個Q度 哎呀 剛剛有幾分啦 我剛剛有8分 嗯 超高的 哈哈哈 你也太高分了 哈哈哈 好吧 沒辦法 來 KFC炸雞 8分 我其實是醬的耶 那妳是醬的 對 我就說我一直會吃到一些什麼乾麵啊 洋蔥啊 其實我有一點干擾 因為它肉味有點不見了 我反而覺得它裡面的雞肉味道 比剛剛第一道食譜更純粹 嗯 雞肉很鮮甜 帶一點點紅蔥的香氣 它的調味完全在那個皮上面 然後泡那個濃鹽水 嗯 然後真的可以讓裡面的包水度變得很高 但剛剛那個比起來 它的滴水度真的是多很多 我覺得對比比較強 外皮很酥脆 然後裡面很軟嫩 而且你吃的時候那個脆皮會到處亂噴 好吃的炸雞就要吃得這麼狼狽才可以 夸燙 可樂呢 可樂呢 噢嗎 第三位參賽者 化獎最滿的 我記得它也是那個調味最重的 the best fried chicken you will ever make 對對對 辣醬的味道 辣醬的香氣 調味就比較重 然後它這個混濁容易中的雞肉呢 長得這樣子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再拿出我們的大碗來 它的食譜有點不一樣 就是呢它在粉上 其實沒有過多的調味 對 它所有的調味都是在雞肉裡面 它都勾得反過來的感覺 對 然後呢 它們還有沾粉兩次 所以這個粉用多一點比較好 這樣 加入幾湯匙的鹽 一大堆的黑胡椒 攪拌均勻 好 這時候熱出來 我們先拿出一個綠油盤 要把這個 濕的雞肉啊 沾乾粉沾沾之後 放在這邊靜置一下子 為什麼 所以要等到它這個 乾粉 稍微變濕潤了之後 拔腹在肌肉上 我們再沾一次乾粉 再下一個 所以第一次的粉會變成濕湖 第二次的才是乾粉 當然是 非常巧妙 好 來吧 你現在應該下機就熟了吧 熟吧 你怕了吧 KFC過如此吧 來 雞火 先拔一層 好 先放在這邊 靜置一下 雞排 靜置一下 可憐吃到第三個食譜 這興奮感有點下降 會嗎 還生興奮耶 為什麼 都很好吃耶 炸雞肉大概兩塊我就夠了 現在已經超過我平常的這個食量 我知道你這又不是自己炸 所以沒有那種自己吃的小泡泡的感覺 等一下這個就要給你 你不要 我是很尊重廚師的 放了10分鐘之後 感覺 就是稍微 回潮了一點 油鍋預備 二次沾乾粉 好像確實了耶 因為果更厚一點點的粉 稍微倒入多餘的粉 加油 架心救手耶 突然就掌握了炸雞的技術 炸雞的 吃了兩塊大片的這個味道 你在想睡覺後進去 再學一個煎肉排 你就可以就當內場經理了 嗯 哦 你幹嘛 賣到老了嗎 對 沒問題 你比較接近第一款 比較縮一點 覺得空間比較聰明 他感覺又比第一款 帶了一點點的 出來了 顏色都滿到位的啊 他很特別特殊的是 他有一些顏色更深的地方 感覺他那個醃料裡面 有一些辣椒醬之類的東西 還有更早焦化的關係 你看你現在不要不餓了 我可以先理性下去 我剛剛都很理性好不好 是嗎 這兩個只會是小猴子 又被叫 我剛剛都很理性好不好 好像是後面有胡椒顆粒耶 Oh my god 第三款 喔 因為它醃料的關係 整體比較偏紅 它這個雙層的炸法 也是可以炸出不錯的酥皮來啊 給它帶著雞腿 哇 裝飾雞腿的時候是不是會特別開心 好燙 燙到我沒辦法咬它 噢 噢 聲音很脆 好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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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口感不一樣 對 有點像王子麵嗎 更硬脆一點 所以食肉的調味吃起來更重一點 這肉還是好嫩喔 它有一點牛奧梁好吃的味道 就是一些炸椒醬啊 嗯 紅椒粉啊什麼的 我想喝醋 來來來來 快想玩送可樂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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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參考一下可樂 可 количество 特殊可樂卡 難怪麥當勞他們全部都要賣可樂 沒錯 第三款光頭大叔的炸雞 9分 你差太多了吧 就是我吃的這款跟前面的比 我發現我是比較喜歡吃到雞肉的原味 有肉的味道 這個雖然它肉裡面有多了很多的香氣 但是我就覺得說 它把那個雞肉鮮甜味道蓋掉了一些 有點宣冰奪主啦 9分 我覺得垃圾食物就是要味道這麼重啦 我是很喜歡吃口味很重的東西 我就是口味比較沒事 對 沒錯沒錯 而且它的那個皮是很特殊 也像焦糖的殼嗎 對 我就是比較少吃到的 好像是吃到現在最脆的一個 硬脆感 嗯 最後一位選手 綿洋料理的迷迭香炸雞 像泡在一鍋這個 收水 收水 雞胎還有一些果皮啊什麼之類的 它很像那種洋蔥濃湯的味道 然後帶著一股水果的清香味 這個燒水過不過份啊 再次拿出我們的大碗 然後沾杯麵粉 兩匙香蒜粉 我就是這東西喔 嗯 加多一點不會怎麼樣 對 就更香而已 洋蔥粉 胡椒粉 辣椒粉 鹽 胡椒粉 攪拌均勻 好 接下來 再拿出一個碗 裡面要準備到我們的濕料 嘿 擋成我們的濕料食用 加一小撮鹽 淀一點胡椒粉 攪拌均勻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拿出雞肉 先沾一次乾料 再沾濕料 再沾一次乾料 再下鍋 但是現在 嗯 我們的雞肉要進入最初一道工序的處理 哦 不能殺 最高料理測試 所以它這次最麻煩的 對 好啦 我們再次拿出一個綠油 把我們的雞肉拿出來 先擦乾 好 好 然後呢 這些雞肉 要放進冰箱 冷藏24小時 再24小時 對這個炸雞腿以後 三天才能吃到 它要再去冷藏那麼久的原因呢 其實只是讓它 表皮啊 風乾 到時候炸出來的皮會越脆 所以我覺得呢 我們就是這個 Futu Moxan 強力吹乾 把吹乾 看我們一起吃 真的當心 終於 到了要來 炸了一刻 它這條路特別慢走 它是不是最好吃我不知道 但覺得是最麻煩的 超麻煩的 超麻煩 沾乾粉 沾濕料 撕下 泡下去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沾乾粉 抖去多餘粉料 加油 鍋 嗯 好像 蜜蜂的更好的感覺 好像是 所以沒有那麼多氣泡跑出來對不對 有啦慢慢開始有 好 完成 這個 麵皮的完整度很高耶 會有破碎的地方 每個麵皮做法做出來都不太一樣 我目前看起來視覺上最滿意的是這個 脆皮完整 嗯 大成功 每個都大成功 登登 這就是全世界最麻煩的迷迭香炸雞 乾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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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它裡面的湯汁 天都包覆在裡面 哇 各種的香氣 梅蝶香 然後是黃椒 胡椒 香氣蟲 嗯 米蝶香炸雞 6分 5分 好高低耶 那真的太麻煩了 哦 太麻煩了 我覺得一道料理要經濟這麼複雜的工具 到最後會有點沒勁 因為我們是一次做四種 相較起來它比別人複雜很多 對啦 但是沒有到好吃很多 對對對 然後一方面就是我會覺得它的調味氣味有點太重 我發現我其實好像是比較喜歡吃 比較純粹一點的炸雞 可是我必須說我覺得它的殼 我吃最喜歡的 薄脆薄脆的 而且它的外觀應該是四個裡面最漂亮的 對 好 經過了兩天兩夜 嗯 我們終於自己做了 四種 熱門的 號稱全世界最好吃的炸雞池 好 我們這個 炸雞都吃完了 對 我們找了一些代表物 這個是Golden Ramsey的 然後這是裡面加了紅蔥頭號的那一口 這個是光頭大叔的人 在醃料裡面加了它醬 最後一個綿洋料理的迷迭香炸雞 真的 那種四種 你選一個你心目中全世界最好吃的炸雞 我意外的發現其實我最喜歡的是第一種 Golden Ramsey 對 它的味道其實是最簡單的 然後你純粹只是吃那個雞肉雞塊的味道 它沒有其他那麼濃郁的自己的香氣 我反而覺得是 我吃下來最放鬆 然後最自在的一個炸雞 你覺得 我覺得是這個 KFC 就是脆 然後多汁 這完美的狀態的感覺 我也是這一款 我喜歡對皮的口感 它是那個外殼酥脆跟裡面軟嫩的肉質 對皮最強烈的 然後我時候後來發現 有些可能比較偏美式的 它會比較重 我發現自己好像 吃不了幾塊 是吧 但是我在吃這一款的時候 我覺得我可以 把雞排吃掉 就會無限的吃下去 應該全家人可以克光 對對對 就是那個感覺 然後這個 對這個 這個芹菜超好吃 又好做又便宜又好吃 不要大說我炸雞 你不管吃哪個炸雞 都應該要來一點 都應該要來一點 好好吃喔 奇蹟 把東西超級好做 超簡單 好 收穫滿滿 我覺得我現在是炸雞大事 我覺得你現在隨便 不管給你什麼樣的配方 你都可以炸漂亮 這是零失敗率了 真的是 然後我這樣坐下來 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 全世界最好吃的炸雞 炸雞看似很單純 但是每個口感跟口味 其實差很多 我覺得大家有機會 全部都應該來做做看 應該可以找到你心目中 最喜歡的那個炸雞 好 嗯 好累 好累 好漫長 這個炸雞真的好漫長 好 就這樣啦 拜拜 好 最後呢 要來分享一下就是 這是三菱電機寄來的這個 WZ 新品冰箱寄來 三個多月我們的使用心得 首先我覺得最友善的地方 就是它的冰箱高度 有考量到各種身高的使用者 像我身高大概是162公分 對 即使是最上面那層 我都可以很輕鬆的拿東西 跟放東西 然後再來你知道 我們家有六個大人 三個小孩 平均每一個半月就會有人生日 我記得買一顆大的蛋糕回家 那很多冰箱如果它的夾層是沒有辦法移動的話 你冰箱就塞不進去 對 那它的自由度我覺得非常高 可以放一些很大的 像是鍋子或是蛋糕這一類的東西 我比較印象深刻是它這個 Smart AI功能 比較每到週末的時候 就很多氣氛好友來 每天到週末的時候 冰塊就會被用來 沒錯 然後重新製冰就要超級久 那我使用下來發現 這個Smart AI好像會學習到我們的製冰習慣 嘿 幾乎每次週末 我用到大量的冰塊之前 它就會幫你提前加速製冰 每次打開來都會有足量的冰塊 就覺得你的冰箱裡 做了一個小精靈一樣 那其實三菱電機呢 他們所有冰箱之外 他們還有空調 除湿機等等的其他家店 現在呢也都有非常多的優惠喔 即日起呢到12月31號 大家到食品門市去購買新品冰箱 或是其他指定的冰箱空調除湿機 上網登過後呢 就會有禮券送給你 如果買指定商品三選 就更有機會獲得 東京來回機票 還有萬元價錢等大獎 詳細的資訊呢 我們都會放在資訊欄影片 大家一定要點開來看看喔 妳這樣吃完了 嗯 屁股咧 哇 我都是皮欸 很胖欸 真的嗎 那個軟骨最好吃的 天啊 怕生命啊 你怎麼知道 我不是想把最好吃的留給你 對 哈哈哈哈